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北京决定不再接受台海现状 可能动武实现目标 三大病毒同时发威 全美国有四分之三 而科病床已经满了 Tesla发生多起车祸 美国司法部针对标榜自驾功能 展开刑事调查 新闻前筹划带您看世界 我是黄明明 首先要带您关心 在中共二十大落幕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十六号表示 北京已经决定不再接受现状 将会加强对台湾施压 包括可能会动用武力来实现目标 而在同一天 拜登总统也提到中美关系 他表示美国不寻求 与中国发生冲突 他还说习近平也明白这个立场 美中两大强权对峙 中共二十大落幕 美国总统拜登二十六号 在白宫会见国防部高阶军事领导人 就美中关系做出回应 拜登强调 美国不寻求跟中国发生冲突 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知道这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示警 中共加速统一夺取台湾 已决定不再接受现状 我们没有看到反抗 我告诉他们 我们在搜索 会有厉害的反抗 但那里没有反抗 美国在北京的决定 那些状态不再接受 他们想要加速 他们将继续续续续续续续 他们也有决定 他们也有决定 他们将会做这些状态 包括台湾的力量 威胁引起国际重视 包括美国与新加坡 伙伴对话联合声明 首度提及台海和平稳定 以及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参加的美日韩三方会谈 也确认深化合作 以确保台湾自卫能力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则指出 中共对台政策 可能走向更积极强硬的做法 我方维护主权 绝不会有任何妥协空间 不过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奇指控 总统蔡英文将台湾 操作成三张阴阳脸 让美国误判台湾维持现状 认为中共五年内 对台威胁将达到最高点 尤其美军尚未转型 让共军有机可乘对台动武 苏奇指出蔡政府不承认九二共事 至今没有提出配套方案 要如何促成和平对谈 学者杨开皇认为 阳岸关系和平发展 关键在于美中关系回稳 记者黄子杰 陈信龙 台湾报道 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 星期三首度到国会接受质询 在野党立委炮火猛烈 批评苏纳克让不久之前 才因为违反政府安全规定 而请辞的内政大臣回锅 根本就是政治分赃 另外苏纳克夫妻的雄厚财力 也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英国新首相苏纳克二十五号上任后 马不停蹄 隔天立刻到国会备巡 新首相出登场 在野党可没打算轻轻放下 原因是苏纳克一上台 就让上星期才因为有私人邮件 传送公文而请辞的布瑞佛曼 回锅当内政大臣 其实是因为法序纳克夫妻的 法序纳克夫妻的 但她认为这 她採取了 让她採取了 她採取了 她正在雾 所以我会变成 她回到一联系 的监制 带听 呢 和政策 除了人事爭議 工黨也再度 緊咬蘇納克妻子的逃稅爭議 並抨擊財力雄厚的首相 表面上宣稱支持勞工 私底下卻說一套 做一套 蘇納克必談妻子的稅務問題 強調自己是基於國家利益 說實話 而對於工黨要求 提前舉辦大選 蘇納克當然不會同意 他說保守黨已經在上一次大選 獲得選民授權 至於眼前 最棘手的經濟和通膨困境 蘇納克則表示原定十月底公佈的 新財政計畫 將延後到十一月 才宣布以確保做出正確決定 蘇納克以首相身份首度被尋的表現 部分英國人給的分數不高 認為他跟一般人的生活脫節 超級有錢的他從來沒有推著購物車 在商店斤斤計較過 不會知道民眾真正在意什麼 公視新聞 順林編譯 紐西蘭國會這個星期在女性議長上任 又有一名男性議員請辭之後 首度出現女性席次超過男性的場面 這在全世界都相當少見 紐西蘭工黨議員梅森走進國會中 以毛利與宣誓就職 接任轉任到愛爾蘭 擔任大使的前議長工作 加上上週有另外一位男議員請辭 讓國會女議員的人數第一次超過倍數達到60人 比男議員多一個人 紐西蘭的政治女力從1893年開始 先是通過女性參政的法規 成為全球第一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一路發展至今到出現女性總理等 如今政壇上許多重要的職務 包括現任也是史上第三位女性總理 阿爾登以及最高法院的首席 大法官跟總督等都有女性來擔任 根據各國議會聯盟的統計數據顯示 包括紐西蘭 目前還有古巴 墨西哥 尼加拉瓜 盧安達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共六個國家 議會中的女性 姻緣 佔比至少 百分之五十 不過紐西蘭女議員比男性多的情況 可能只能短暫維持 根據民調到二零二三年的大選 女性代表比例較低的保守派 將可能贏過自由派獲勝 而另外 紐西蘭在性別跟薪資平等的問題上 等女性權益仍需要努力爭取 關視新聞陳頌秉 俄羅斯在星期三進行年度核武軍演 也是俄國從今年二月入侵 烏克蘭以來的第一次 普丁總統在莫斯科作證指揮 而因為這個時機 正好是跟北約的年度核演習撞旗 格外引發關切 按下發射鈕 RS24洲際彈道飛彈發射升空 另一頭一枚洲際彈道飛彈 從核動力潛艇上發射 俄羅斯舉辦代號雷霆的年度核武演習 俄羅斯總統不停在莫斯科作證指揮 往年這種演習都是在十月舉行 今年就算俄烏戰爭還在打 俄羅斯還是照常舉行 美方只證實收到俄羅斯通知 但不願多做說明 戰機在航空母艦上起飛 北約代號堅定正武的年度核演習 正好跟今年雷霆核武演習撞旗 十七號展開的北約堅定正武演習由比利時主辦 共十四國參加預計三十號結束 動員多架第四和第五代戰鬥機 美國更派出B-52轟炸機 這次還會演練所謂核武共享 也就是將美國部分的核武器搭載在不具核武能力國家的戰機上 訓練他國飛行員執行和打擊 美國歐洲盟國今年在北約框架下的軍演比往年更加密集 光是美國海軍今年已經第三度演練 將航艦交由北約指揮的聯合行動 也凸顯美俄雙方都想透過秀軍事肌肉來相互威嚇 公視新聞這位人編譯 據上為您報導 聯合國機構發表年度溫室氣體公報 指出二氧化碳等三大溫室氣體 在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一年之間的增加幅度 達到了幾十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讓全球暖化更加難以緩和 世界氣象組織WMO的報告 特別提到所謂的輻射強迫 如果是正值 代表地球吸收的太空輻射 大於地球向太空反射的量 WMO指出從一九九零到二零二一 這一段期間 地球的輻射強迫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是氣候暖化難以減緩的重要原因 科學家指出 儘管火山爆發 也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管道 但最主要的還是人為活動 特別是化石燃料的火力發電廠為最大宗 由於二氧化碳會長期存在大氣當中 因此即使很快達到所謂碳中和 二氧化碳濃度也不易降低 至於甲烷雖然沒有毒性 但濃度太高將會引起窒息 來源包括加醋等動物的消化作用 稻田的細菌 以及沼澤濕地等自然因素 其中濕地如果位於熱帶 分解出甲烷的速度會更快 另一個引起注意的溫室氣體是氧化亞旦 主要來源是含氮的化學肥料 儘管氧化亞旦在三大溫室氣體排名還在二氧化碳與甲烷之后 但它的溫室氣體效應可達到二氧化碳的200倍 也因此寒氮的化學肥料儘管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 卻也對未來地球生物多樣性 乃至於人類生存產生不少的衝擊 公司新聞許家編譯 美國最近三大病毒啟發 包括Omicron新變種 流感 還有呼吸道融合病毒 後兩者本來就是冬天常見的流行病 今年提前爆發 目前全美國大約四分之三的兒科病床 已經被佔滿 其實在臺灣也有同樣的危機 新冠疫情仍然處在高原期 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幼酮又突然增加 醫生很擔心多種病毒會重疊感染 而要預防這種情況 還是要勤洗手 戴口罩 而且最好打疫苗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五號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加強針 也力促數百萬 尚未打加強針的人趕快去打 今年夏天他才確診過 這一針多等了幾個月 白宮表示 包括近五分之一的高齡族群在內 美國有超過兩千萬人接種更新版的加強針 也就是針對Omicron的亞型病疫株BA.4及BA.5 防疫協調官吉哈表示 現在有三種呼吸道疾病在美國流行 也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新冠病毒以及流感 尤其嬰兒感染RSV已經讓美國部分醫療院所不堪負荷 他們無法咳出病毒引起的分泌物 得依靠儀器抽取或靜脈注射 有些可能需要供養 目前高危險族群的嬰兒有預防藥物 不過針對成年人的RSV疫苗還在開發中 因此即時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跟流感疫苗更顯重要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繼續就是要告訴您 我國食藥署已經核准BNT以及莫德納BA.5次世代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最快下個月初會有六十萬劑到貨 十一月下旬就可以開打 新冠本土疫情再度降回四字頭以下 二十七號週四新增三萬五千六百四十例本土病例 較上週四同期下降一成 中重症有兩百五十四例死亡則有八十四例 創八月中旬這波疫情以來死亡次高紀錄 而食藥署二十六號晚間宣布 核准BNT及莫德納BA.5次世代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EUA 將專案輸入 適用於十二歲以上青少年級成人當作追加劑接種 間隔至少三個月 不過有來年立委洪孟凱質疑 疫情指揮中心只採購次世代疫苗BA.1 首批BA.5次世代疫苗六十萬劑 卻等到十一月上旬才到貨 但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檢視去年次世代採購合約條款 並無拖延或刻意延誤購買 指揮中心表示莫德納BA.5次世代疫苗要以核種方式接種 將由ACIP專家會議討論 預計十一月下旬可以開打 另外十八歲以上民眾只要符合經醫師評估不適合mRNA疫苗者就可以開放其他單價疫苗作為追加劑 不再受限於只能打莫德納次世代雙價疫苗 記者綜合報導 為了改善少子化現象 行政院會今天通過兩項重要政策 包括育兒津貼從明年開始取消排富條款 另外也要幫托育人員和教保員加薪 鼓勵他們穩定工作 育兒津貼以及托育補助都將不排富 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 行政院會拍板明年開始育兒津貼和托育補助取消排富條款 要讓一百零三萬名的零到六歲幼兒全面受照顧 但只有津貼還不夠 要想留住好人才 行政院會也公布了要調高托育托嬰人員的薪資福利 公共托育部分 薪資的部分比照現在非營利幼兒園專科的薪資來做處理 準公共裡面不管是托嬰中心或者是幼兒園 是讓兩方的起薪是一致的 同時也都朝向依照年資分三級來給予協助 依照規劃 0.2歲的公共化托育人員薪資 從2.8萬調高到3.5萬多 一次上漲7000多塊錢 至於準公共托嬰中心 幼兒園托育教保人員 也會依照年資等各種條件調薪 還有教保員的教保費也有所提升 老師對於這個政策都是蠻感謝的 但相對而言他們的薪資在外面 跟其他行業比起來是相對較低的 會希望就是未來可能再加入一些什麼年資的考量 會更加完善一些 如果不包含勞健保 勞退金 調薪將近30% 不要像過往一樣 又是由經營者自己出 那因為與病毒供存兩年多了 經營者的虧損其實已經很重了 政府卻沒有配套措施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實踐它 第一線從業人員感謝政府的加薪美意 但十有幼教團體也期許 未來做相同工作的教師和教保員 可以盡量同工同酬 對於經營者的保障也必須要堅固 才能夠真正的讓這一群專業人士受賄 把鏡頭轉到歐洲 但您看希臘在經歷債務危機和疫情打擊之後 最近又飽受高通膨之苦 其中最讓民眾吃不消的就是房租漲了三成五 有專家表示 目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多達百分之六十七住在父母家裡 還有人說 如果情況繼續惡化 他們只好到國外去謀生路 27歲的帕帕斯 最近被迫搬到這間約七點五坪的頂樓加蓋公寓 面積和租金 是他原本租的房子的一半 搬家原因是現在雅典的房租 長太兇 讓半工半讀 正在大學休息去的他 根本無法負擔 近來受到歐洲能源危機的影響 希臘通膨創下30年新高 來到12% 官方數據顯示 九月份電費漲了三成 暖氣燃油價格盤升六成五 房租也比去年同期貴了三成五 其中又以房租負擔最讓人吃不消 房中業界估計 年輕人每個月有六到七成的收入 都得拿來繳房租 和父母同住的情形越來越普遍 目前一邊在餐廳間拆當女服務生 一邊念書的二十歲女大生怕怕多波露 靠著父母的贊助 才有辦法租下每月租金四百五十歐元 約合台幣一萬四千五百元的房子獨立生活 但他認為 目前希臘經濟前景堪憂 工作會變得越來越難找 通膨危機如果持續惡化 畢業後恐怕得另一種生路 為了協助年輕人緩解經濟困境 希臘政府上個月提出17.41歐元的紓困計畫 將提高學生的租屋補助 並提供年輕夫妻購屋低利貸款 但是否真能發揮功效 還很難說 郭世信文在惠民B1 電動車龍頭Tesla日前宣稱即將推出全自駕升級版的軟體 但是根據外電報導 Tesla因為標榜自駕功能 導致多起有人傷亡的車禍 美國司法部已經展開刑事調查 白色特斯拉車頭幾乎壯爛 車尾也嚴重毀損 正能吊掛脫離現場 這是今年三月間 發生在台灣北二高的交通事故 駕駛當時啟用車輛輔助駕駛系統 卻仗上停在車道內側的工程車 類似的事件 今年來在國內外屢見不鮮 和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描繪的美好願景 顯然有一段距離 路透報導指出 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司法部去年已經對特斯拉吹捧自駕 疑似誤導消費者展開刑事調查 事實上 今年八月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已經確認11起相關車禍 特斯拉車主在使用自動駕駛的情況下 撞上有閃黃燈 照明燈等狀態下的緊急服務車輛 其中部分事故甚至奪走人命 而加州政府汽車部門今年七月 也指控特斯拉錯誤宣導自動駕駛功能 儘管面對諸多質疑 特斯拉仍在積極研發自駕科技 上個星期 馬斯克透露 即將推出升級版全自駕軟體 但是因為特斯拉有在網站發布警語 要求駕駛人使用自駕系統時 必須把雙手放在方向盤 維持對車輛的控制 因此司法部的刑事訴訟能不能成立 也面臨挑戰 故事新聞在惠明編譯 發生在二零一八年的台鐵普悠瑪事故 造成十八人死亡 多人輕重傷 而今天二審判決 司機員仍然是被判刑四年半 臺鐵主管也維持無罪判決 部分罹難者家屬表示難以接受 列車高速開進月台 過彎後 失控出軌 增輛車繁複 揚起大量嚴懲 發生在四年多前 這起臺鐵普悠瑪列車出軌事故 帶走十八條性命 上百人輕重傷 司機員尤正仲一審被過失致死罪 判刑四年六月 案件上訴後 二審仍認定郵正仲有過失 二十七號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決 郵正仲先前出庭不願多談 但何以廷認為他不只誤判ATP故障關掉這遠端監視系統超速更難 更是一大主因 用幾乎翻倍 限速行駛 時速高達一百四十公里 最終釀成嚴重傷亡 但同案兩名被告 臺鐵主管柳燦黃和吳榮青 則因為檢方沒有舉證 沒把ATP列入檢測程序 以及未發現系統沒運作 為什麼違反規定 因此維持無罪判決 臨難者家屬痛批 臺鐵官僚制度始終沒有改變 不斷找藉口強調已經盡力 在重大交通事故後 罵難者家屬認為 終究沒看到臺鐵百年老店 有邁出改革的一步 記者臺北報導 中國民航局宣布 將在兩岸航點之間 每週安排六百多個航班 而我方陸委會表示 能不能飛得成還要看疫情 以及兩岸的交流情況 不過臺商和旅遊業者 都樂觀期待 中國民航局宣布 二零二年到二零二三年 東春航班計畫 將在十月三十號執行 中國三十三個航點 與臺灣桃園等四個航點之間 每週將安排六百七十六班 客運航班 陸委會表示 中方此舉不涉及兩岸協商 航空業者所提的頒表申請 都是現有航點 公共民航局所提出來的 那個都是例行性的 一個航班計畫 去年也有 那實際上能不能飛行 我想也受限於疫情 連安能不能順利的 正常交流的互動 還要看中國大陸 自從疫情爆發後 臺灣限縮兩岸客運航點 僅開放上海 成都 廈門 北京等四個航點 面對中國說要擴增航班 不少打算在明年春節返臺的臺商 坦言等很久了 不過準博存在於兩岸民航局 據瞭解目前尚沒有業者申請 交通部表示兩岸疫情都還在緊張階段 恐怕現階段難實行 目前初步仍維持現況 未來正是疫情滾動檢討 對岸說三十三個航點要開放 像我們這邊 我們也很高興 可是我們這邊的方式 你進不來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前 就是說 台商很多要回來 回不去 因為機票太貴了 讓機票最便宜還有兩萬六千多 不過旅遊業者高度期盼 兩岸重啟交流 創造經濟互動 或可藉此作為契機 展開兩岸溝通 記者王新忠 趙婉淳 謝正麟 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新聞 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